幸福中國佛教室的明山超聖日律第七天 現在眼前所看的就是所謂的 我前往五胎風景區的路上 我們已經在12點的抵達 來用一下今天的舒適餐 謝謝啊 拜拜 拜拜 我們走過來這一邊看到有很多的這個房子 包括大家可能剛進就是那個遊客中心那一邊的時候 還能看到很多新建的那些房子 將來的話呢這邊政府是有這樣一分景區 就是我們參訪的那個寺廟那一塊 它是有很多老百姓是住在那邊的 那麼也就是說將來呢會有一個規劃 就是把老百姓住的地方搬到外邊來 就是那邊呢只留寺廟 然後這樣的話呢也可以還增一個清淨的修行之地 因為這樣如果說很雜在一塊的話 真的是有一點雜亂的一種感覺 因為五台山其實作為斯達福教明山啊 這麼知名度非常高的這樣一個寺廟 它是一直在2009年的6月26號的時候 才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 之所以是在那麼晚才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其中最主要一個原因就是由於 景區和居民區是混雜在一塊的 後期就拆建了拆了一部分 這個老百姓住的地方 把它們搬出來 但當然老百姓怎麼樣講 目前這個地方就是 老百姓就是靠山吃山 靠旅遊 我們到裡邊所住的賓館飯店 這些呢都是老百姓自己開的 無論是大也好小也好 都是老百姓自己突自建的 都是自己開的 所以說它就是靠這個旅遊 你要說其他吃喝的東西什麼都沒有 你看我們一路上過來 像其他剛出太原那邊吧 還有一些農田可以種植 像山西的農田來講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作物 也是一年只能種一季 就是大概是種玉米為主吧 主要以98%的土地裡邊 都是以種玉米為主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年只能種到一季 像武台山這邊呢 可能就一季也種不了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過嘛 如霜清特別短 也就是說不到一百天的時候